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仲严 自从二爷一家搬过来 我们的谋划被搁置了 但是 我突然觉得轻松了 真的 仲严 我现在睡觉都变得踏实了 才想起来我们之前 对王先生 对程大夫的那些操板 就像一场梦一样 天下我感觉 我解脱了 解脱不了 你这辈子都解脱不了 这辈子 我们若不做下去 我到死 都是个哑巴 你到死 都是个家母 仲严 我 不知道 我应该如何做下去 也不知道他该不该做下去 陆直啊 不由跟我说 想让你做他的书童 我看你和不由也很投缘 再说以前你也读过书 我就和大哥商量了一下 没 老二 他可是给我当个书童的 可这剑奴不满足只做书童 非要任我当爹 不满地说 赵局人看上你了 跟我提了好几次 想把你买过去 你觉得如何呀 那个赵局人可比我好糊润多了 你哪天把他哄高兴了 万一他认了你当儿子呢 陆直 你是愿意当书童啊 还是愿意跟了赵局人 我要当书童了 那你想做书童的话 不觉得委屈自己 陆直啊 你不必担心 你聪明乖巧 也对我们陆家忠心 这些我都知道 我会好生规劝大哥 不会让他把你卖给赵局人 你尽心伺候 将来你也可以做管事 做管家 只要你没有二心 我们陆家自然会让你侍奉一辈子 侍奉一辈子 老二啊 这好人都让你做了 行 我就听你的 陆直 你就留下来给少爷做书童 我让赵局人死了那条心 瞎看什么呢 还不赶紧给二老爷谢恩 谢谢二爷 二爷今日总算让我明白了 陆直应该做什么 我陆直死后 对陆家必顶赴汤蹈火 竭尽全力 嗯 对 对 对 你说 帮助